和你分享佛光禅師的故事 佛光禅師是內地一位很有名的僧人 他有很多學生 亦都為佛教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他當時是很正的 他門下有一位大弟子叫做大智 這位大智就去了外面修行、學習 20年之後又回來了 就向禅師報告一下 在外面看到什麼 以及學了什麼 有什麼進步 後來講完 他就問老師 20年來你老人家生活得很好 是不是呢? 佛光禅師就回答 好好好 我每天都講學、說法、著作、寫經 我就在法海裡面 這麼多的智慧中間 就是 時時都很忙我在玩 好像你周遊各地一樣 過得很快樂 大智聽完之後 就多謝老師跟我說萬安 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休息了 翌日天都還沒亮 他還沒睡醒 就聽到佛光禅師的房間裡 就傳來一路重驚 得得得得得的那種木語聲 這樣之類 到了下午 禅師很耐心地跟那些 根據學的僧人 和信徒說法開始 然後回到禅堂 又很忙很忙地批改 那些僧人的心得報告 或者在那裡查書 翻閱經書 在那裡讚且教材 從早到晚都不休息 大智終於找到一個空檔 就問佛光禅師 老師 分別了二十年 你老人家仍是天天 從早到晚 天天都是這樣 你已經上了一年多 不應該那麼辛苦 難道你不覺得是老了嗎 佛光禅師就說 我真的沒時間覺得自己老 沒時間老這句話 一直在大智的腦海裡 不斷不斷地轉 如果你了解長歌 你會明白為什麼長歌很喜歡這個故事 多謝你聽我的分享 希望這個故事對你有所啟發 如果你覺得有價值 就傳給其他人看 加入長歌的YouTube頻道 拜拜 拜拜